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生皮C五度我勝利 之前有些觀眾在影片下面留言問我說 我的帽子到底是紅人帽子還是廣島的帽子 今天就來比較廣島跟紅人帽子到底有什麼差別 那這邊有兩頂帽子 一頂是廣島的一頂是紅人的 大家可以先猜猜哪一頂是廣島的哪一頂是紅人的 其實這一頂才是我的帽子是紅人的帽子 那這一頂是廣島的 好我們就來比較一下這兩頂的差別 其實紅人的帽子明顯它的開口比較大 廣島的比較狹窄一點 外框設計的部分 紅人這一頂做的像是有陰影的這個形式 那廣島的這個帽子呢 只有黑框 其實遠看的話是真的蠻容易搞混的 仔細看就可以發現其中的差別 好那大家應該已經注意到 這次的拍攝背景有點不太一樣 我今天是來到一位廣島求迷 廣島貼粉的家裡 跟他借來廣島的帽子來做比較 好那說到廣島隊 那有一些廣島的球員 成功挑戰大聯盟 像是黑田柏樹跟錢人建塔 也算是大家最有印象的 今天機會難得 就來跟他聊聊 他身為一個廣島迷 是怎麼看黑田以及錢田 這兩名投手的 這位就是廣島鐵粉 菜菜鳥 菜菜鳥大是非常資深的廣島迷 跟大家介紹一下你是怎麼成為廣島迷 說到資深聽起來就是很老的感覺 成為鯉魚迷的一個歷史 就簡單跟各位報告 就是大概就在1994年吧 我記得那時候電視台有在轉播這個巨人隊的比賽 是台灣的電視台有買的 台灣的電視台 我記得開幕戰第一場 巨人隊遇到第一場比賽就是鯉魚隊 紅色的球衣很吸引我 那時候有哪一位球員 特別吸引你關注嗎 那時候鯉魚隊那時候的整個陣容 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包含他第一棒那個野村千二郎 你看他打球就是一個很熱血的事情 然後包含第四棒的江藤志 他的火力就非常強大 不過你說真的最吸引我 大概是這個三拍子的年輕好手千田志德 千田志德 算是那個時代蠻有名的天才型打者 算是嗎 大家很多鄉民都知道 他是這個林木一朗 還沒有成為宇宙人之前的偶像 那千田志德在他的成長非常的順遂 尤其在到1994年那時候 大概就已經是全日本公認一次 新一代的年輕將打 剛才我丟了一個問題就是 有幾名廣島出身的球員 他們後來成功挑戰大聯盟 大家比較熟悉的是 黑田柏樹跟千田劍太 那想請菜菜鳥 用你廣島球迷的視角 來談一下這兩名球員 那先從黑田開始好了 其實黑田柏樹有一句名言叫 耐血的梅花粒 有點像是什麼 不經一般寒側骨 淹得梅花鋪皮箱的意思 對啊 那這個其實就是這個球員的寫照 他早年 我記得他是1997年加入鯉魚隊 那當時的他其實是一個有球術 那沒有控球 更不要講變化球的精準 這個後來在美國職棒的印象是完全不一樣 對對對 其實我們一開始對這個球員的成長 感到有點失望 就是他的控球各方面都沒有修正回來 那大概是說在1999年吧 他的控球開始出現了精準度 也慢慢的成為鯉魚隊先發輪子的一個重要投手 對 他挑戰美國這個契機 大概可以說是2006年吧 那時候鯉魚隊換了一個外籍的監督叫Martin Brown Martin Brown呢 他對於先發投手的運用 不像日本職棒傳統 所謂中六日 就是一個禮拜投一場的輪值方式 然後你那場球你就可能要 能投多久就投多久 然後到換一個外籍教練 他的要求就是 欸我用中五日中四日一個輪值的方式 就是你在休息四天到五天 然後你就要先發上場 但是每日投球 每一場比賽其實100球 對就是100球唯一個限度 有點像現在大聯盟 或許在這個輪值的一個方式 然後這個契機也讓黑田博述 重新去思考他投球的型態 其實剛才在聊天的時候 我知道菜菜的鳥幾乎每年都會去廣島 那你以前有跟黑田講過話嗎 跟黑田講過話嗎 我有跟他講 OK 你拿賽 歡迎回來 這是他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對這是在 這個是在2015年吧 就是他從美國 然後回來加盟鯉魚隊 然後跟球隊正式會合的那一天 然後我那天剛好 也不是剛好 就是擺明就是要去 看他 對親眼目睹 這位歸國的英雄這樣 然後黑田到達飯店 然後跟這個旭方監督跟合照 跟媒體合照完之後 然後我淋上去跟他講 這個歡迎回來的 其實還滿感動的 這一輩子很難忘的回憶 對 他去美國期間 你有關注他的比賽嗎 他去美國期間 當然很關注他的比賽 我知道很多球迷很想問就是說 你當李漁民 你的王牌投手到美國去 你看他一年一年越投越好 代表著說 他回日本的路越來越遙遠 但是他很感人 還要想回去廣島 幫助廣島拿冠軍嗎 對 其實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欸 黑田會不會永遠都不回來 其實這個是很 當時很多人心中的疑問 但是 我的心裡告訴 一直告訴我說 黑田一定會回來 他一定會回來 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會認為說 黑田博書一定會回來 因為 黑田他從以前在鯉魚隊 他就是一個說一不二的人 對於人他是非常的誠懇 他雖然很嚴肅 但他對人非常誠懇 然後他給的承諾一定會做到的 所以他有做過類似的承諾 對 他當初要離開鯉魚隊去美國挑戰的時候 其實就有給過未來會再回來的承諾 後來他在美國挑戰期間 對 有接受媒體的採訪的承諾 他回日本只考慮鯉魚 這個讓我覺得 黑田博書一定是 未來一定會回鯉魚 他一定會信守承諾的男人 這也是他為什麼後來 回來日本 然後會拿那種 男氣這個稱號 男子氣抗 不過他最後一年有點可惜 尤其有打入季後賽 但是 他在日本一大賽 後來鯉魚隊輸掉 對 沒有冠軍運啊 人生的故事就這樣 不見得冠軍才是人生最完美的事 不完美的故事結果 其實 過程一樣讓人感動 前田的話 他跟田中將大其實是同屆 然後他也是高族就投入選秀 剛才有看到 就菜菜鳥跟前田的合照 可以講一下這個故事嗎 簡單介紹他前田健太吧 他大阪PL學員族讀生 他跟黑田破處一樣都是大阪的 那他在PL學員旗就是第四棒 網牌投手 他運氣不好 高三的那一年 其實整個日本 都在為甲子園的兩個英雄 對 手帕王子嘛 對 騎騰右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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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田中將大 然後對決系嘛 對對 然後前田健太的球隊 其實早早就回家了 所以他根本沒有獲得太多的關注 不過就是鯉魚隊的球探 有關注他 對 很堅持跟球團 跟老闆報告就很堅持說 前田健太是一個很有鬥志的選手 對 他雖然現在你感覺到 他的完成度可能不高 那是一個很有鬥志的選手 未來應該會成為獨當年一面的王牌 對 也因為這個鯉魚隊 對在當年的選就 以第一子名選的這個前田健太 而且也是單獨第一 這邊講一下就是 日本職棒他是 第一輪大家都可以選 然後如果有重複選的話 是籌錢 這跟美國職棒有點不一樣 那前田在日本的發展 成就或榮譽比黑田更出色一點 他至少拿過兩次的村賞 你對他還在日本時期有什麼特別的印象嗎 我在現場看過他投過幾場比賽 其實他在場上就是一個充滿鬥志的選手 就是很熱血 很熱血 很熱血的選手 其實他高中畢業加入鯉魚隊第一年 我就在二軍看過他的練習 對 他是一個練習完全不會含苦含淚的球員 那我怎麼會這樣講 是因為有一種訓練叫間歇跑步 那所有投手一定投手教員 帶來在鯉魚隊的球場做間歇跑步 那個鯉魚隊跑步一圈有多大呢 鯉魚隊的二軍球場它是在一個山上 然後它那個球場是從這樣山坡下這樣挖下去的 外圍跑步是在最上層這樣一圈 所以這一圈絕對比棒球場的周場還大上很多 然後都是用衝刺的在跑一圈 然後其實很多球員 我看過那個練習過程 會停下來甚至就倒在路邊就吐了 可是前前見他也就是一圈兩圈三圈 你看他怎麼跑完 他都是可以堅持到最後 不管是體力 或是包含他的意志力 其實是一個很足夠的球員 他自己本身體能也是很驚人的 很驚人的 而且其實每年春訓 鯉魚隊在第一階段結束的最後一天 一定會做全隊的一個三千兩百公尺的跑步測驗 那幾年幾乎第一名都是由前田建台獲得 全隊的第一名 我們剛才聊到黑田挑戰美國之後 又回去日本回到廣島隊 就是我們會說他重情終於 但是其實不回去大家也不會責怪他 如果是前田的話 我覺得他有機會再回到日本 回到廣島 他對廣島有這個感情嗎 他前陣子有在自己這個社群媒體上有講 就未來他會考慮回鯉魚隊的 這是他講的 但是其實說真的現在講太早 因為他畢竟在大年後他是簽了八年合約 今年不過是六五年 對你也不知道四年後他的發展怎麼樣 除非真的頭太爛 然後球隊直接把他釋出來 那其實這樣回來可能也不會 因為畢竟前面已經有一個黑田的樣板在那邊了 對如果是這樣回來可能也沒有 當然鯉魚米還是會很歡鬆的歡迎他 就是他還是有一個情懷在 對對對 但是說真的他應該也不會想用這樣的裝飾回來 對對對 好 蔡蔡鳥有經營一個FP2粉絲團 我經營這個粉絲團其實他是用日文的片甲名寫 可能叫 然後這個是後面是台灣紙店這樣 這就是鯉魚隊棒球博物館的台灣分店 當初其實經營這個粉絲專業 主要還是希望 因為鯉魚隊在台灣是一個很沒有人氣的球隊 對 因為他是現在日本好像12個球隊裡面 唯一還沒有台灣選手加入過的球隊 是這樣嗎 是這樣 所以他們也沒有那種台灣的高中生 然後他們 沒有 沒有 他過去也沒找過台灣高中生 那更不要講說台灣出身的外籍選手 對 所以他在台灣相對的是一個人氣騷弱的一個球隊 不會有媒體主動去幫他宣傳 對 只不過這幾年戰績比較好 對 這幾年可能戰績比較像黑田伯樹的這個故事 可能有吸引到很多台灣球迷的目光 大家如果這邊有看日直 然後也有喜歡廣告隊的 我把連結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好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啦 大家喜歡這種比較輕鬆的影片嗎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 記得訂閱頻道追蹤最新影片 我們是身體C5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 ẩn ных 昨天 5 6 5 5 5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